现在这个天已经快亮了 八点钟 本来我想在那个B酒店 就是那个hotel or Bmovie 这个酒店名写的很有意思 我进去之后有很多这种黑白衣电影的照片 比如卓碧琳 比如说这些老一代的喜剧演员 然后他可能有点这个主题 宾馆的意味 然后我合计 我这一宿我在车上没有睡好 然后我合计在这 他那休息休息 结果他跟我说 没有床位 只有下午两点才可以 我想下午两点 不如就去奥斯维新 然后他跟我说 明天圣诞节奥斯维新关门 今天是开门的 我一想就去吧 所以我还给走回车站 我就绕着他走了一圈 我来的时候走的是胡同 现在我走的是大道 这是大道 这个树长都挺高 但是很小啊 这就是宝马呀 同志们 别摸我 哎 哎 他也属于欧盟 你看到没 波兰也属于欧盟啊 这个小镇呢 还是非常的怎么说 干净的啊 这是一个门 都是这种圆形的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是刚到的时候 我以为我到了奥地利 因为他这个这个程度啊 绝不像是波兰这么贫穷的国家 所谓整体的这个经济不是特别好的国家 所能承受的 但是现在来看呢 事实上我的判断是错的 波兰 最起码从这个小镇来看 波兰还是不错的 华沙我们有去 有机会去看看华沙 难道 有机会去— 大高低 都可以在 note 各位 这种 这种